大家好,我是别远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是北上广的鸡娃工厂 大批倒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虽然反对鸡娃 我不喜欢鸡娃 但是我真不希望看到别人倒霉 像我们普通人 要过日子 要远家糊口的人 最正常的心理就是 恨不得人人都是冗产 人人都比我有钱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容易挣到钱 要是都跟我们差不多 都是为了一致 三餐忙活 那挣钱可就太难了 这个新闻它背后 透露的信息很直白 就是说中产没钱了 要让中产不鸡娃 苦口不心是不可能的 能遏着他们欲望的 只有钱 那么所谓的鸡娃工厂 指的就是 那些首飞昂贵的私立学校 在中国就是那种私立学校 便宜的一年都得好几万 贵的像那种贵奏学校 国际学校 一年几十万都有可能 这都是有钱人 所谓的中产孩子上的学校 上这种学校的孩子 以后大概率都是要出国留学的 是吧 人家有这个彩礼 这都不叫事 怕就怕一些伪中产 就是一些普通的达工人 之前用气好 抓住了中国发展的魂力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然后呢 也想着是吧 学人家 那个富人啊 是吧 把孩子往国外送 往国际学校送 我在小公书上就 我在小公书上就看到很多 很多这种帖子 教中产 就是如何把孩子 往国外送 送到哪个国家好 有各种门槛的 有钱的呢 是吧 就是主要是推荐什么 欧美日啊 钱不多的呢 就是推荐东南亚这一块 甚至是马来西亚啊 都有人把孩子 就是往那边送 不好意思 我不是小别的马来西亚 我只是觉得 花了那么多钱 为了 不为了学本事 就为了这个镀金 就把孩子送到异国 他想啊 真有那么有必要吗 是吧 作为父母 你真的放心吗 国内虽然很卷 高考 很难很难 但是只要你 踏踏实实 学个技术 哪怕学个前端 以后找工作 也不比那些留学 回来的差 国内有一家招聘网站 上面公布的数据 大部分回国的留学生 所谓的高端人才 都做了同样的一步的工作 叫留学辅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辅导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们 帮他们申请签证 是吧 面试什么的 这有点像这个 就是前些年 就是这种出国的中国人 到了国外 以为他们到了自由民主的世界 也要实现自我 结果一转式成了移民中介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瞧不起移民中介 人家都是干大事的人 我算什么呢 前段时间 我说移民的事 可能说了点反对的不同的意见 一个海外的移民中介看到了 用英语留言说 他肯定是看得懂的 但是他用英语 说要是我走线 他会受我更高的佣金 把我吓坏了 幸好我没有钱走线 要不然你给我搬到 搁搬到什么 那我不瞎了 总之现在的海归 也都不值钱了 你花了几十万 上百万 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学 他以后也不一定 能月入国万 是吧 这种花钱找学校上的孩子 他到底几斤几两 其实家长最清楚 自己的孩子自己清楚 我在深圳上班 搞面试那段时间 有幸也收到过 一份海归的简历 看了十秒钟 我就把他趴死掉了 你光看他那个薪资要求 就很无语 什么经验都没有 就看要一万期货 一万已经很高了 在中国 深圳的工资中位数 才五千五呢 是吧 就算我是个傻逼 我们老板可不是 还有他那个学校 根本就没挺过 简历一开头 一点实质内容都没有 就是上学的时候 获得什么荣誉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你说你都是成年人了 在简历上 还拿中学的时候 得了奖说是什么 再说了 那个奖又没有水分 谁知道呢 是吧 真的啊 连基本的这个简历 都做不好 完全是白下了付款的钱 大家对照一下 像这种孩子 我觉得真没有必要 往外送啊 如果你没有很多钱 把孩子送到国外的目的 就是指望他以后 我回头能找个好工作 你看啊 这就是例子 你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说啊 是吧 有人说啊 我不会找工作呢 是吧 我就是为了让孩子 斩斩见识啊 有一个所谓的独立人格啊 这就更扯淡了 你看我 我18岁之前 我都没有出国现成啊 我没觉得我不独立啊 当然很多出国的啊 有所谓独立人格的 什么高端人才啊 你看他们回国之后 也没见他们 干过什么 有独立人格的事啊 都是独有虚名 我觉得啊 普通人啊 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以无脑的把孩子 往国外送 就是你的孩子啊 为人家国外的学校啊 倒贴钱啊 求着你去上学 是吧 给你孩子发全额的奖学金 哪怕不是全额 就发一半奖学金啊 我觉得这种啊 都是可以去的 请注意啊 我这 我以上说的都是这个普通人啊 那个如果是不差钱的人啊 那就 那我们就不说了啊 是吧 不差钱 你什么都好说 这两年 你看啊 经济不好 很多人就把就就露馅了啊 收入一下降了 就断供了 我相信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重产啊 重产或者有钱人啊 即便是现在这个环境啊 学费 一年几十万的学费 还是叫得起的啊 就算叫不起 也没关系 是吧 躺平呗 跟我一样躺平呗啊 上公立学校呗 上公立学校也不丢人啊 也不耽误你的孩子成才 还能给你减轻压力啊 减轻负担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上门收二手车的博主 不是因为我喜欢研究车 我对车没有那么大兴趣啊 很多车票 我都我到现在还不认识呢 我主要是啊 对那些啊 卖车的车主啊 就是他们卖车的时候 说的那个原因啊 比较感兴趣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 就是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广东那边的吧 一个车主啊 还不到一年就要卖车 说是今年这个 做生意的环境啊 太难了啊 打算这个 把车卖了 回收点资金啊 还有之前也看过一个 车主啊 家里 住的是别墅啊 好几辆好车啊 都是油车啊 他说他太费油了 那打算卖了之后呢 再买一个新能源 这样可以省点油钱啊 我不知道那个 我那个视频 我觉得有点像假的 对吧 既然买得起那么贵的油车 还怕那点油钱吗 很有可能是摆拍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啊 不一定啊 现在网络上还真真假假啊 你看啊 有很多那种帖子 就是说 哎呀 开着好车啊 什么家里还有工程 那其实 早就是只剩下空壳了啊 整个就负债累累了 反正都不容易吧 你看这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啊 其实啊 也都是割韭菜的 专门割有钱人的韭菜 难怪现在大家 是吧 钱都不够花啊 不管你处于哪个阶级啊 是吧 市面上都有对应你的啊 那个阶级啊 花钱的门道啊 你看最近很多 香港的那个明星港 来大陆搞直播 一把年纪了 还那么贫 肯定不是因为 他们爱好工作 是吧 热爱工作 就是没钱了 是吧 原因很简单啊 有钱人也要养家 养豪车 养豪宅 这都是很花钱的 希望吧 大家都是都能 都我能管啊 总之啊 我希望大家都比我有钱 不然我们这些 普通人给这些服务啊 好了 今天呢 就聊这儿吧 关于既往这个话题啊 真的聊不完啊 是吧 每天看星期 我都能找到一大堆素材啊 我估计 以后还有机会说这种话题啊 蚊子真的太腰了 切纹一回声 蚊子就开始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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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